末世来临 所有人都觉醒成了寿人 妹妹心脏病病发 有寿人能力加持后 医术更加精湛的妻子 却带走了我拼命采来的灵药 只为去救她白月光家的狗 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她却开口咒我妹妹去死 你妹妹一个兔形寿人 又小又没用 死了正好节省资源 妹妹真的死了 我终于心灰意冷 抱着她的骨灰盒 从江边一跃而下 可妻子却抱着我 早已冰冷尸体哭着说后悔了 末世的医院里人满为患 妹妹小小的身影 被白布盖得严严实实 作为S医区的最强战力 此时的我却像是被人抽干了所有生气 无力地跪坐在地上 我满脑子都是妹妹病发时 痛苦而扭曲的神色 和她青紫色的嘴唇 兽人死后会化为圆形 捧住妹妹躯体的双手不住颤抖 冷硬的触感提醒着我 妹妹死了 从小和我相依为命的妹妹 我在这个冰冷世界上的唯一一位亲人 他死了 宋队长 您 节哀 我们尽力了 医生的眼里满是歉意 绞尽脑汁地安慰我 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锋利的刀 凌持着我的心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妹妹只是不幸地没挺过这一次的先天性心脏病病发 但只有我知道 妹妹本来有机会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是柳如烟 是他亲手将妹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我捧着妹妹的身体晾腔着向外走去 悔恨的泪水陷珠般在我脸上滑落 妹妹在家发病时 我焦急地给柳如烟打了无数电话 当时妹妹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 她还虚弱地开口安慰我 眼里全是对柳如烟的信任 别担心 哥 嫂子在末世前就是心外科的第一胜手 受化后医术就更好了 而且她一直是我的主治医生 你也拼死给我带回来了灵药 一定会没事的 我以为妹妹会再次平安地度过这次危机 只要柳如烟到场后尽力医治 然而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分钟 十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柳如烟始终没有出现 眼看妹妹呼吸声就要消失 我急得团团转 终于忍不住在电话里立声质问她 柳如烟像是烦不胜烦 直接破罐子破摔 她冷漠地告诉我 宋景宁 我现在有事不能过去 你带着你妹妹去医院吧 柳如烟的理所应当 让我瞬间呆愣在原地 捏紧手机的手指不住地颤抖 我哑声祈求 柳如烟 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安安威在旦夕 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面对我不顾尊严的 第三下四的祈求 柳如烟习以为常 甚至嫌弃我太过于大惊小怪 行了行了 你妹妹那心脏病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每次你都紧张得 跟她快死了一样 可她还不是安安稳稳活到了现在 宋时安三天两头的就发病 谁知道她是不是装的 小小年纪就有那么多新年子 柳如烟话里话外 全是对妹妹的贬低 我气到浑身发抖 突然拔告了声调 柳如烟 你怎么辱骂我 唾弃我都没事 但你不能这么说 安安 柳如烟沉默了一下 不耐烦地打断我 你妹妹的身体 我还能不清楚吗 去医院随便找个医生都行 木匪收养的狗狗生病了 这会儿她正急地头晕 我忙着照顾两个病号呢 先挂了不等我反应 柳如烟说完 立马挂断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 电话那头 只剩下冰冷的机械提示音 妹妹躺在床上 痛苦地发出 喝 喝 声 我心如刀割 看着救护车带走妹妹后 我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继母匪家 急诊医生的话 在我耳边不停地来回激荡 送队长 令妹的病例很罕见 又一直是医术最好的柳医生 在诊治 我们只能先稳住情况 要度过这一关 还得柳医生来主刀 柳如烟 求你 救救安安 末世后 为了抵御恶劣的极端天气 幸存的人类 都抱团居住在一起 继母匪和我同为探险队的队长 住的地方更不算远 但每一步 我都如同行走在阿比地狱中一般煎熬 顾不得考虑其他 我趴在继母匪家的门上 不停地大力扣机 急促地敲门声 终于引来了柳如烟 但比他先到达的 是他充斥着滔天恶意的咒骂声 宋锦宁 你阴魂不散是不是 跟条狗一样 我去哪你都要跟着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少用你那龌龊的思想 揣测我和牧匪的关系 我们清清白白的什么也没有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和泰迪一样到处找人 我麻木地听着他 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话来骂我 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全 即使心脏早已经疼得快要低些 但想起还在医院 等着他回去救治的妹妹 只能哽咽着哀求他 如烟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任你打任你骂 但你能不能 妹妹躺在医院生死未卜 我害怕到失语 最后几个字几乎是用七音说出来的 你能不能去救救阿安 柳如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辨认这件事的真伪 但他眼里的漠然冷得我心惊 急诊的医生说 只有你能救他 求求你 我颤抖着手扯住他的衣袖 壶满泪水和汗水的脸上 盛满了恐慌和哀求 柳如烟的脸上 隐隐有松动的趋势 我心里不由自主地 生腾起汹涌的希望 柳如烟在末世后的医术 已经接近于登峰造极 更何况还有我拼死带回来的灵药 只要他肯救妹妹 妹妹就一定可以安然无 烟烟 你快来看看 没有你陪着 七月好像又应激了 继木匪慌里慌张地从屋内跑出来 温润的脸上满是着急 因为他的一句话 柳如烟本来已经踏出来的脚 又缩了回去 他关切地扶住继木匪的胳膊 阿匪 你别急 七月吃了雪山之巅采来的灵药 他不会有事的 轰柳如烟的嘴还在张张和和 我的大脑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只剩下了一阵轰鸣声 我费了半条命拼死带回来 能为安安续命的灵药 就这么轻飘飘地 被柳如烟喂给了继木匪的狗 还是一条没有任何生命危险的狗 巨大的荒唐感弄得我天旋地转 但我只能无力地跪在地上 抛下一切脸面和尊严 揪着转身欲走的柳如烟的裙脚苦苦哀求 如烟 我求求你 救救安安吧 灵药刚被喂下 肯定还没被消化 你们能不能把他取出来还给我 那是 那是安安的救命药啊 继木匪转过身来 脸上面对柳如烟时的失魂落魄和担忧 全都消失不见 剩下的只有小人得知般的得意和嘲讽 他假装大度地忍痛哽咽开口 烟烟 你快点儿带着七月去医院吧 看起来宋队长妹妹的病情真的很严重 七月只是一条狗 如果不是他长得像之前那条 我也不会冒险把他就回来 没事的 只是把灵药取出来而已 我相信你能把七月安然无恙的 柳如烟听出继木匪强忍的泪意 顿时心急不已 立马表态 阿菲 我什么时候说要从七月肚子里把灵药取出来了 我是宋世安的主治医生 他什么情况我还能不清楚吗 先天性心脏病 活到现在已经是我拼命跟阎王爷抢人的结果 他就算现在死了 也应该对我感恩戴德 你别急 你本来就受了伤 心情大起大福是大忌 柳如烟一路小意宽慰着 把积木匪送回了屋内 我站在门外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一丝苦笑 这样温柔小意的柳如烟 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展现过 也罢 当初是我欺骗在先 柳如烟这些年对我有怨恨也是应当的 只要他这次能救回妹妹 我可以豁出命去 再采一株灵药当成祝贺他们修成正果的鹤鲤 只要他能救回妹妹 看着柳如烟风风火火地再次出来 我脸上浮现出莫大的期望 但他的话让我如坠深渊 宋锦宁 你诚心的是不是 让七月开膛破度 你想害死他是不是 我就说宋十安那个小贱人 怎么早不发病晚不发病 偏偏在七月生病的时候发病 原来是你们兄妹俩和起伙来耍我玩啊 我还纳闷 你这么个两面三刀的人 怎么会突然不要脸面 差点就要中计跟你回去了 我警告你 七月是阿斐留给我弥补以前错误的机会 谁也不能伤害他 宋十安要死就快点而去死 他一个兔刑兽人 又小又没用 死了正好节省资源 房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 被关在门外的 除了我 还有苦苦挣扎求生的妹妹 以及我对柳如烟 最后的爱意和不舍 从医院回去后 我为妹妹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我失魂落魄地 看着装在妹妹骨灰的幕盒 心里依旧不敢相信 我的妹妹真的死了 在末世前就和我在孤儿院相依为命的妹妹 几个小时前依旧鲜活的妹妹 即使痛到浑身发抖 却反过来笑着安慰我的妹妹 她真的死了 只因为她信任的嫂子 医术登峰造极的柳医生 不仅为了一条狗 推脱不来救她 甚至还带走了她虚命的灵药 我心痛到麻木 我好恨我自己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一次又一次的纵容 自甘下见才让柳如烟越来越放肆 是我 害死了安安 汹涌的愧疚淹没了我 我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一样 痛苦到不能呼吸 一口心田在我喉间涌现 被我不捉痕迹地咽了下去 末世来临后 人人朝不保夕 身边几乎每天都有熟人死去 来参加葬礼的人脸上除了麻木 更多的是为我鸣不平 柳如烟那个女人怎么没出面 不会是没脸来了吧 亏得宋队长掏心掏肺地对待她 这女人可真不是个东西 听说 她是为了积木匪家的狗 干脆不来救人了 何止 我们队长舍了半条命 才拿到的灵药 还被那个贱人拿去喂狗了 这句话一出 直接让所有人炸开了锅 那可是生死人 肉白骨的稀释灵药啊 这女人 就这么轻飘飘地给狗吃了 还是积木匪家的狗 这让谁信 他俩之间没点什么 我搭在安安的骨灰盒上的手 用力道微微发麻 哭坐在那里 像一尊石像 眼里全是恨意 突然有个人小声说道 宋队这次 应该不会再原谅 柳如烟那个女人了吧 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去 眼里全是犹疑 是啊 所有SE区的人都知道 我这个探险队队长 明明是SE区的最强受人 却偏偏在一个不值得的女人面前 低声下气 能够为了她放下一切 不仅用自己的血肉为她铺路 甚至还能爱屋及乌 无私地给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宫铺路 最好的住处 最优渥的工作条件 探索队的功勋 只要柳如烟想要的 我都会双手奉上 我不是没听过那些人 背地里对我恨铁不成钢 甚至骂我下贱的乌言晦语 但我始终对柳如烟抱有一丝丝幻想 我以为只要我对她足够好 总能把她那颗心五化 更何况当初是我先对不起她 她做一点又何妨了 我是SE区的最强者 我有这个能力供养她 但我没想到 因为纵容 步步退让的结果 却是让她为了白月光的一条狗 亲手把安安置之于死地 甚至于到现在 她更是连影子都看不见一点 葬礼上有人看不下去 打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 安安的葬礼都快结束了 你人在哪里 手机开了免提 柳如烟指高气扬又蛮横无理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把这样的人捧上云端 她柳如烟 简直一点都不配 你冲我大吼大叫什么呢 你信不信我让医院把你开了 宋景宁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让你连这种小孩子都不幸的慌 都能陪着她撒 还宋世安的葬礼 真是稀奇 宋景宁为了让我回去 竟然舍得造这种药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休想骗我 不过 既然宋世安都办葬礼了 那以后也就别请我给她治疗了 在场的人都被柳如烟气得不清 却因为我态度不明 只敢低声咒骂几句 我狠狠地闭了闭眼 压下脑海里那骨子想要冲过去 把柳如烟碎尸万段的疯狂想法 胸腔里的心脏依然在强劲有力地跳动 我却感受到无边无际的 嘶嘶拉拉的偌大苦楚 我要他们为阿安的死付出代价 葬礼接近尾声 我为妹妹找了一处 山清水秀的地方安葬她 这里是末世后 唯一还有大片花海的地方 阿安应该会喜欢的 在众人离开前 我叫住了所有人 用嘶哑的嗓子表了态 诸位谁有律师朋友 我需要起草离婚协议 我要和柳如烟彻底划开界限 以防她在打着我的名号 得到许多的隐形红利 不过还没等着这一步发挥作用 当天晚上柳如烟先回了家 她进门后的第一句话 就是一致气势地 让我给继母匪充当保镖 宋锦宁 阿匪要去A医区救人 你跟着他去 别让他受伤 如果你要是敢让他受伤 你就等着 我嘲弄的一笑 在他说出那句威胁我的万金油之前 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 抢在他前面开口 离婚吧 柳如烟烟雾因晕而上 模糊了柳如烟的脸 心中的讽刺更甚 我自己也记不清 我究竟有多久 没好好看过柳如烟的脸了 当初对他的一见钟情 是真实发生过的吗 烟雾消散 柳如烟才从刚刚的 不可知性中回过神而来 脸上的神情 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哈哈 哈哈 我没听错吧 宋锦宁 你出息了 你竟然敢说要和我离婚 怎么 知道当舔狗不行了 现在改完欲擒故纵这一套了 你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你这种人也配 柳如烟毫不在意地挥挥手 坐在离我最远的沙发上 不耐烦地开口 行了 我劝你适可而止 我不就是为了照顾七月 多和阿斐相处了一会儿吗 宋锦宁 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 当初阿斐就是因为狗狗的死 才和我分手的 是我对不起阿斐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弥补 你千方百计地阻挠我 是想让我愧疚一辈子吗 提起曾经的就是 柳如烟的脸上满是扭曲的神色 更何况 要不是你 狗狗不会死 阿斐也不会跟我分手 我拿着雪茄的手不自觉地一抖 当年 安安在大街上心脏病突然发作 我伴抱着安安 绝望地等着救护车来的时候 牵着那条曾经也叫 七月的狗的柳如烟正好路过 身为医生的职业道德 让他停住了脚 看见柳如烟的一瞬间 心脏的跳动悄然加了速 这份阴差阳错的孽原就此拉开帷幕 七月一开始很乖地蹲坐在旁边 但在救护车把安安接上去后 七月突然兴奋地朝某个方向跑去 悲剧就此发生 一辆大卡车刚好路过 因为七月的死 季木斐和柳如烟分了手 伤心远走国外留学 柳如烟悲伤欲绝 他家里人又逼他尽快结婚 或许是出于当时的一见倾心 又或许是出于愧疚和责任心 我向他求了婚 我知道柳如烟和我结婚是迫于无奈 所以一直竭尽我所能地对他好 给他我能给的最好的一切 结婚五年 我的罪也赎了五年 在柳如烟眼里 我永远是一个任他予取予求 无条件为他提供一切的有罪之人 但我想 即使当初真的罪在于我 这些年也早该还清了吧 柳如烟得意洋洋地盯着我的沉默 原来他也知道 把离婚挂在嘴边 是在逼另外一个人就范 怎么轮到他的时候 他就有万般理由来反驳了呢 在这场游戏里 不爱的人才是无敌的 现在稳坐钓鱼台的人变成了我 离婚协议书还在起草 到时候会有人送到你们医院 记得签字 现在带着你的东西 离开我的房子 看了眼像垃圾一样 堆在门口的私人物品 柳如烟的脸上 有一瞬间的呆滞 随即像抓住了什么一样 又恢复了原样 宋锦宁 昨天在你骗我时 我说再也不给你妹妹看病 你是不是当真了 你可想好 今天我出了这个门 你妹妹的病 我不会再管半分 我劝你现在就跪下 跟我道歉 否则我说到做到 往日里 我像条哈巴狗一样 围在柳如烟身边道歉的记忆 涌上心头 曾经的我是那么的毫无底线 只要她微微皱眉 我就恨不得舍了我这条烂命 去哄她开心 之前的宋锦宁 就是这么下见 柳如烟把我的沉默 当成她捏住我痛楚的战利品 依旧得意洋洋的 拿安的病来威胁我 我顿时怒不可接 上前拎着她的衣领 把她扯到了门口 柳如烟 你没资格提安安 滚 属于森林之王的兽人 气息清晰而出 柳如烟吓得差点 直接兽化逃跑 但她依旧不相信 我能这么狠心 还在强撑着为自己挽尊 只是说出口的话 带上了明显的颤音 宋 宋锦宁 你别后悔 离就离 这堆破东西 谁乐意要谁要 我才不稀罕 柳如烟狼狈地跑出 我们住了将近五年的家 没有带走任何一件东西 在我能看清的最远处 柳如烟 稳了稳身形 恢复了自己外客 第一胜手的从容无恙 与此同时 一条信息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宋锦宁 你这次是真的惹到我了 如果想让我原谅 你在气头上 说的这些伤人的话 你最好能保证 阿斐这次任务 能顺利完成 我沉默地直接 把柳如烟的联系方式拉黑 心底不无嘲讽地想 这女人还真的是 有恃无恐 我刚才气息外露 是真的对她动了杀意 但她在恢复里之后的 第一想法 竟然是给继木匪牟利 我仰躺在沙发上 猛抽了几口雪茄 嘲讽地轻喝了几声 柳如烟是真的爱继木匪啊 就是不知道这份爱 在继木匪那里 价值几何呢 朋友推荐的律师 效率很高 第三天下午 离婚协议书 就如约送到了柳如烟手上 上面已经签好了我的名字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 接通后 我毫不意外地 听见了柳如烟的声音 仅仅不到一周的功夫 柳如烟的声音 听起来疲惫了很多 没了我拿真金白银的 为他打电 柳如烟这盆 一直被养在温室里的玫瑰 终于窥见了 末世真实模样的冰山一角 景宁 你是在跟我支气吗 你气我一直接触阿斐 还把你拼死拿回来的灵药 给了七月吃 直到现在 柳如烟还是在避重就轻 但他轻柔的语气 让我一阵恍惚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柳如烟 这么温柔地叫我 如果是曾经的我 这会儿早就该高兴到 找不到北了 在末世里显得格外无用的杀群 不能填饱肚子的小零食 只要他喜欢的 恐怕我早就乐颠颠地 花费大力气为他找来 但现在 他谗媚的语气 只会让我更加恶心 柳如烟的声音里 带上了小心翼翼的味道 景宁 我都听说了 阿安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没想到阿安情况真的那么严重 我也不知道纳克林要是你 听到柳如烟即使在得知真相后 依旧在找各种借口为自己推脱 我顿时怒上心头 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闭嘴 柳如烟 不会认错就闭嘴 柳如烟的声音一梗 随即他的声音里 已经带上了哭腔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 趾高气昂和遗止气势 景宁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我都听你的 咱们不离婚 不离婚好不好 面对我真爱多年的女人的哭求 即使决定了不再爱她 甚至想要花心思去报复她 但在这一刻 我的心脏 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丝触动 漠视下 谁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临呢 如果她真心认错 那给她一个痛快倒也不是不可以 还没等我心彻底软下来 柳如烟却话锋一转 景宁 阿斐明天早上就要出任务了 你能不能跟着她一起去啊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和阿斐绝对没有私情 只是因为当年的事情 我一直对阿斐很愧疚 所以你能不能 内心刚升腾起的些许怜悯之心 一下子被敲得个一干二净 柳如烟的几句话 犹如当头一棒 我脸上扯出一个嘲讽的笑来 嘲笑自己的不自量力 柳如烟这种 一心扑在白月光上的人 怎么会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呢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继木匪罢了 我的声音冷得好像能把人冻成冰茶 不能 柳如烟 我劝你趁早签了离婚协议书 否则我不介意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另外 别再让我听到从你嘴里说出安安的名字 你是最不配提她的人 说完我立马挂了电话 顺便把这个号码也拉进了黑名单 事后我派去监视柳如烟的人发来视频 原来在和我打电话的时候 继木匪一直在旁边焦急的踱步 我当然知道她为什么着急 这次她的任务危险悉数不小 当时她敢抢下这个任务 就是因为她赌定了我会去 这可是既能除去我这个一直压在她头上的心腹大患 又能一跃成为SE区探险队掌权人的绝佳机会 只要我能被柳如烟说动 肯豁出命去为她继木匪保驾护航 曾经的几次 继木匪都是这么干的 她躲在我的身后 拿着我拼命换来的功勋 一步步地往上爬 终于离大全只有一步之遥 烟烟 宋锦宁怎么说 即使从柳如烟的表情已经提前知道了结果 但继木匪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是啊 我曾经把柳如烟爱入骨穴 怎么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不仅是继木匪 SE区的很多人都不信 甚至有人开了赌局 赌我什么时候会回头求和 手下人拍视频的角度很好 我甚至能看清继木匪脸上的肉在抖动 不同于和我在一起时的精致 几天不见的柳医生穿着肥大的工作服 本来保养的极好的皮肤 被漠视的极端天气摧残了几日 变得又黑又糙 甚至还有菌裂的地方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眼下一片乌黑 在我挂断电话后 柳如烟的脸上一片苍白 眼神里满是苍黄 刚哭过的眼里又蓄满了泪水 我嘲讽地盯着她的狼狈样子 多看了几眼 心里只剩下痛快 恐怕只有结结实实地 吃了几天的苦 她才有我是真的 抛下她了的实感吧 柳如烟慌张地拉着 继木匪的袖子 喃喃自语 宋锦宁怎么可能 真的不要我了呢 阿飞 如果 如果她真的要和我离婚 我该怎么办啊 我清楚地看到 继木匪眼底闪过的 民众和不耐烦 烟烟 宋锦宁那么爱你 怎么会真的不要你呢 肯定是因为她妹妹的死 宋锦宁有些迁怒你罢了 再说 她妹妹的死 也不能全怪你啊 谁知道医院里的 那些医生那么废物 烟烟 要不你去求求宋锦宁 她肯定舍不得看你哭 这次的任务 真的非常危险 如果没有宋锦宁帮我 这可能是我们见的 最后一面了柳如烟的双手 在身侧紧握 眼神逐渐坚定 她咬牙点头答应 继木匪立马松了口气 又恢复了温润如玉的形象 把柳如烟轰的笑开了花 只是她眼底的嫌弃 却怎么也藏不住 谢谢你 烟烟 等你们和好了 我请你们吃饭 到时候 一定好好跟锦宁解释一下 咱们的关系 柳如烟感动到 还是阿肥想得周到 知道继木匪送柳如烟来找我 我也没刻意躲着她 只是 在继木匪的车子停在楼下时 我带着人已经在那等着了 被我堵个正着 继木匪的脸色不太好看 柳如烟一见我立马红了眼眶 一开口就已经开始哭得 上气不接下气 委屈极了 就像是我对不起她一样 锦宁 阿安去世的事情 真的对不起 啪 我皱眉直接甩了柳如烟一个巴掌 这还是我第一次打女人 我刚才说过什么 我说你不配替阿安的名字 看来柳医生记性不是很好啊 我咬牙切齿的威胁 柳如烟的脸被我打偏了过去 跌坐在地上 从没见过我如此暴力一面的她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说不出话来 老虎怎么可能真的怕羊呢 之前的迁就 只不过是因为爱让着她罢了 见柳如烟不中用 继木匪终于坐不住下了车 忍着嫌弃把味道不是很好闻的柳如烟 搂在怀里 因为害怕 柳如烟死死地埋在继木匪怀里 我清楚地看见她的脸色 不可避免地僵了僵 扑痴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继木匪不赞同地看向我 以长辈的身份开口教育道 锦宁 你怎么能打女人呢 我知道你妹妹死了 你很伤心 但你也不能迁怒烟烟啊 烟烟是无辜的 你快跟烟烟道个歉 你们俩一来一往 也算是扯平了 之前让你误会 我和烟烟的关系是我不对 但我们俩真的只是朋友 我讽刺的冷哼一声 随手把嘴里抽剩下的烟头丢掉 纪队长 你可真会算账啊 我妹妹一条命 就和她柳如烟 挨了一巴掌一个样 是吗 还只是朋友关系 我看我就是刚才打的柳如烟 忘记打你了 话音落下 我沙包大的拳头 也砸到了纪木斐的眼眶上 帮帮两圈 成功给她弄了个 和柳如烟情侣款的黑眼圈 纪木斐气急败坏 但因为有事要求我 只能忍其吞声 就像几天前的我一样 见纪木斐也被我打伤 柳如烟从恐惧里清醒过来 尖叫着爬起来查看她的伤势 我冷眼暴毙看着这对痴男怨女 舔是伤口 等着他们说出最终目的 见我一直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纪木斐终于认清 柳如烟这道百事不爽的令牌 变得一文不值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帮我 纪木斐的脸上充斥着不甘心和屈辱 但因为怕死 他只能求我 我又点上了一根雪茄 鸟鸟生起的烟雾 模糊了我阴痕的表情 我那天怎么求你们的 想必二位还记得清清楚楚吧 照做 然后我考虑考虑纪木斐够狠 他不仅对自己狠 对别人更狠 没有一丝犹豫 纪木斐带着柳如烟扑通 一声跪在了我脚下 不过几天过去 角色直接颠倒 柳如烟为了白月光的性命 也是拼了 抓住我的裤脚苦苦哀求 景宁 我是真心爱你的 你不要抛下我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不要离婚 就 对 就当是给我一个赎罪机会 柳如烟望向我的眼亮闪闪的 充满了期待 他像是笃定我会给他这个机会一样 因为曾经的我 就是这么向他求婚的 如烟 你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 就当是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在这一刻 我想柳如烟是真真切切地想要挽回我的 但我已经不是那个会轻易回头的傻子了 如果我答应你不离婚 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求我 让我明天去帮继木斐了 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熟练的张口为自己辩解 这个任务很危险 没有你的帮助 阿斐会死的 我蹲下身子 侮辱性地轻轻拍了拍柳如烟的脸颊 看着他微微色缩的肩膀嘲讽到 原来你也怕自己关心的人死了 那我求你就安安的时候 你怎么就那么冷心冷肺呢 再者 你担心静木斐在任务中受伤死了 我就是铁人一个 不会痛 不会受伤 不会死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最终只能无力地垂下头去 哭得不能自已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会赎罪的 但你能不能帮帮阿斐 如果当初当年我能好好地看住七月 阿斐也不会背井离乡 又是这一套陈词烂调 我叼着雪茄张嘴把烟吐在了两个人脸上 眯眼看向继木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继木斐贵得笔直 像是什么也压不完他的脊梁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个人就是坏手做的 一根硬骨头都没有 景宁 烟烟都这么求你了 我打断他的废话 直接扔给柳如烟一段监控视频 能在末世后还能找到这段监控 真是天不忘我 监控里是当初我第一次见柳如烟的场景 一切都是记忆里的模样 直到救护车带走安安后 继木斐的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借着身前的遮掩物 他用肉干吸引了七月的注意力 七月许久不见主人 直接兴奋地跑向继木斐 悲剧发生 柳如烟正正地跌坐在原地 我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询问 现在 你还要坚持求我去帮继木斐吗 继木斐迫不及待地想要解释 但柳如烟早就为他想好了理由开脱 他接受不了自己一直坚持的想法 原来是个笑话的事实 他没有勇气去面对 他选择了将错就错 如果我把七月的牵引绳牢牢牵住 他也不会 不想继续理会他的自欺欺人 我打断了他的话 考虑过了 不想帮你 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路 Yes2去的最强者 也是跟我一样 觉醒成东北湖的寿人 只要给的够多 他什么活都接就看你是舍不得钱 还是舍不得命了 你们 好自为之吧 全文完